I see 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水云聪 欢迎收看I see 梦想家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新话题 这个话题是跟汽车有关 叫做汽车订阅制 什么叫汽车订阅制呢 它跟购买,它跟共享 它跟传统的租赁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在我们现场的是 隔上租车长租事业群服务总经理 我们老朋友高秀之 高总,高总你好 你好,你好,沈大哥好 以及I see 梦想家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车辆你也不见得需要拥有 你可以在拥有车子之前先试试看订阅 那只是说大家各家在发展订阅产品的时候 各有一些的不同 那么订阅它基本上是介于长租跟短租之间 以三个月的时间为一期 那最大的好处就是订阅的时间到了之后 你可以选择买回 你可以继续的订阅这台车子 甚至于最大的弹性就是 你可以甚至于每三个月 你就换一台新车来看 在台湾的使用车辆的习惯里面 是十年才会换一股车子 那十年的时间到了之后 以及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你在用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负担什么 你要负责它的保险 到底要购买什么样子的险种 那接下来你要负担它的维修 那维修的时候时间到了 你还必须开进保养厂里面 去帮你做一些的维修 等到十年的时间到了 你还有第三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最重要的中古车的买卖 车子满五年之后 你每半年就要去验车 对很多上班族的人说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订阅它其实就是一种租车的行为 那在这个租车的行为 时间到了之后 车子还是属于厂家的 所以当然会跟拥有的部分 会有一些不同 那如果以资金的支出来看的话 当然会比购买要来的贵一点点 但是它最大的好处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它是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会有 严格来讲你有三笔钱的支出 第一笔钱叫做保证金 但据我所知你们保证金不高嘛 好像一万块 一万块 然后一直到十万块 不等配合你的车子的价格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车型本身的租金 那当然也是配合不同的车型 最便宜的从六千八百块钱 一个月 你就可以租到一台车了 那第三个部分呢 是里程费 也就是开的越多 开的越多 你付越多 开的少 你就付得少 那这三种金额的部分 加总起来 不管如何 你绝对比你一刚开始 买一台新车的时候 你就要拿一大笔钱出来 即使今天这个金额 你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基本上拿出来的钱三成左右 一成到三成绝对跑不掉 其实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试开车子 可是在试开的时候 你大概就是点多十分钟的一个行程 可是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的话 你要马上能够熟悉车子 旁边还有一个业带 会很认真的跟你解说车子 你其实自己对操控的感觉 去掌握这台车 在短短的十分钟 你根本是不清楚的 但是如果假设一台车 你开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台车好或不好 适不适合你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那当然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最低的一个价格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订阅值更反而是 更适合高单价的车 高单价的车 对 怎么说呢 高单价的车款 动辄都在150万以上 那你要拿出150万的三成 相当于你要拿出45万的金额 你还买这台车子 那你如果买对了就好 买错了 你的钱就已经这样花下去了 而且更何况是 你买了这个车子之后 它后手的折价情况 也会比较 也是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意义 四轮着地就折旧了 对 四轮只要一着地 你就折旧了 但是很多买进口车的人 他会很希望长鲜 那所以你反而买高档的这些车辆 对各位消费者来讲的话 三个月你就可以开不同的一个新车 而且都是属于高级进口车 你可以从轿车修旅车 甚至于到是MPV的这种豪华的 滑华的MPV的这种车型 你都可以开过 开过之后再来选择 家里面最想要的一台车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试驾机会 永远绝对是比你去斩肩 只花一个十分钟 要来的好很多 有你这样讲有打动我 在整个订阅的这个使用的消费者 可以分为四个族群 可能我们在刚刚的说明当中 大家可能会觉得长鲜族 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族群 那么在长鲜族这边 他考虑就是三个月可以换一台新车 所以这个我们把定义叫做长鲜族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第二个族群的部分的话 是属于在家庭的生活形态 需求的部分做了更动的 那这些更动的状况有几种 可能是孩子出生了 也有可能是老婆跟老公之间本来是共存 那后来老婆需要再买一台车 或者是因为家里头老人家要一起居住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需要 甚至于是他已经买了一台车了 然后他要换车 可是中间有一个空档的时间 所以他需要车子 这些生活形态的转变 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族群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很重要的族群就是公司行号里面 他可能有一些人员的派驻 或者是外国人来到台湾了之后 他派驻到这里来 因为生活上的一个需要 他需要用到车子 可是公司也还不确定 他习不习惯台湾这边的开车环境 因为毕竟在欧美的地方 他道路是比较大的 然后开车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安心 但是台湾因为道路比较狭窄 所以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紧张 所以他这样子的人员 你也或者是因为派驻的时间 也没有很长 可能就是只有一年的时间 或几个月的时间 那这样的人他也非常适合来使用 我们所谓的订阅 因为三个月为一期 他就可以来选择不同的一个车型 那第四个部分 其实是整个族群当中最大的族群 是属于经济型的消费者 他因为生活上的需要 可是照理说他应该是要买一台新车的 可是当他要买车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刚前半段所提到的 买车一下子就要拿一大笔钱出来 那可能又要买车子 又要买房子 孩子也出生了 又要养孩子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压力 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交通的部分 又确实有它的需求 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 用订阅的这种形式 那么用订阅的这种形式 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它有三个不同的一个资金的支出 可是基本上比买车来讲 是便宜很多 整个订阅的这个商业模式崛起的时间 其实是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 才大幅多的崛起 那不就是COVID-19期间 是的 如果我们以整个新车销售的市场来看好了 新车销售的市场当中 有九成都是属于自己拥有这个车子 私人或公司去买车的 那只有一成是属于租赁的这个市场 而在租赁的这个市场当中 大概有九成都是属于长租 剩下的我们刚刚所讲的共享也好 订阅也好 短租也好 大概也才占了整个租赁市场当中的1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 扩大成长的几率 空间很大的 20岁到30岁的大概占15% 可是30岁到40岁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的占比就非常的高 它的占比来到了35%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水準 那接下来就是40到50的这个部分 以从20到50这样子的一个任局 它基本上大概占了我们课程的88% 40岁以下的这些课程 所以这些人来看 不喜欢跟人讲话 很多人真的不喜欢跟人讲话 而且他可能习惯于自己先做点功课 所以就会在网路上的部分先去研究一下 然后研究了之后它在网路上下单 所以我们的业绩大部分九成都通都是属于线上成交的 那只是在最后要成交的那一个最后一里路的时候 它可能有些细节的问题要做询问 那我们也有自己的赖的方式 可以直接来跟我们做一个了解 其实隐藏掉不用付的 对 其实是很多的 保险 保险 维修 然后以及你维修的之后 折旧的部分 因为折旧的金额算是最高的 所以折旧的部分它都已经是由我们这边来做一个吸收了 那另外还有安心用车的部分 那安心用车就是万一你这个车子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 我们会再给你一个同等级的车子 然后供你这边来做使用 对你的生活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还有排操税 排操税 燃料税这是必然的 嗯嗯对 预祝高总发大财 谢谢 哈哈哈哈 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高总 谢谢 IC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